试问下列个函数值 和则与cos800度的函数值相同 好,那我们先来看cos800度 好,这个cos800度呢 我们先利用广义的三角函数 先将它化为720度再加80度 好,720呢 就是等于4个π 好,所以是4个π加80度 4π,所以这里是整数 我们保留了cos80度 好,那4π的话呢 刚好就是绕了两圈 所以两圈再多80度呢 就是第一向线 第一向线的cos值是正的 所以呢,我们也保留了正的值 那cos80度我们可以利用与角关系之道呢 它也会等于sin10度 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sin100度 好,sin100度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作是sin 180度减掉80度 好,那180呢 就是一个π 所以一个π减掉80度 这里是整数 所以我们保留了sin的值 角度80度也照超 因为它是在第二向线 sin的值是正的 所以就是正的sin80度 和我们题目要的cos80度 以及30度是不相同的 所以A是错的 好,再来B选项 再来B选项 sin-80度 我们把-80度呢 当作是0π减掉80度 好,那0π的话呢 是整数 所以我们保留了sin的值 还有80度的值 这是第四向线 第四向线的sin值是负的 所以负的sin80 和我们题目的这两个呢 cos80还有sin10都不一样 所以B也是错的 再来C cos100度 cos100度呢 我们就用cos180度 减掉80 好,这里是整数 所以我们保留了cos 还有80 第二向线的cos值是负的 所以就是负的cos80度 和我们题目要的正的cos80度不一样 所以C也是错的 好,最后一个选项 cos-80度 cos-80度呢 我们将它写成cos0π减掉80度 好,这里是整数 所以我们cos保留不变 角度照超 第四向线的cos值是正的 所以就是正的cos80度 和我们题目给的条件一样 所以我们这一题答案要选择珠 好,这一题答案要选择珠